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神中课 《效法主耶稣》 今天是6月9日 题目是《需要上帝的恩典磨练我们》 你们彼此不可规附 只要敬畏你们的上帝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你未记二十五章十七节 你们在事务往来上 有着犯严重错误的危险 上帝警告你们要警惕 免得放纵互相排斥打压的精神 小心不要培养骗子的机智 因为这样在上帝的日子里 是经受不住考验的 机灵和严谨的考虑是必须的 因为你们要和各等各类的人打交道 但是不要让这些特质 成为了主导的力量 在适当的管制之下 这些特质是品格之中重要的成分 你们若保持敬畏上帝的心 且有他的爱在你们的心里面 你们就会安全了 放弃一些愿可得到的利益 给培养一种贪婪的精神 并使之成为本性的定律要好得多 耍小聪明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可取的 真理的大都已经把我们和世界分别开来 我们错误的品格特质 不一定是我们所能够见到 尽管这些特质对人来说是显然易见 但是时间和环境 它一定会检验我们 是显明品格的真金 或者是暴露出廉价的金属 每一个悲劣的思想 每一个错误的行动 都显明品格之中的某个缺陷 这些操作的品性 必须在上帝的工厂里 堪作敲打 被上帝的恩典磨平抛光 然后我们才能够 适合在那个光荣的殿中 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弟兄 就是我们机构的领袖 若是愿意将自己交给 上帝私行那种手 它就能够使他们 给精金更加宝贵 甚至比俄非的信金更宝贵 他们应当下定决心 使用每一个才能和每一个机会 上帝的道 应该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 和他们的响道 决定各种情况之下 可为最高和最好 基督最软弱的信徒 和无穷的能力结盟了 在很多情况之下 上帝对于有学悉的人 做不到些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倚靠他 上帝乃是一切智慧之源 所以经过一次考验之后 上帝就撇下他们 去挑选才干 不如他们的人 因为后者学会了倚靠他 他们的心灵恩良善 真理和坚定的忠诚而加强 他们也不会屈尊去做任何 会被良心留下污点的事 今天的内文讲到这里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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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